2023年内地公安会同有关部门持续的组织开展打击整治枪暴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取得了明显成效 实现了枪暴安全治理能力以及社会安全感满意度双提升 2023年5月公安部充分发挥打击整治枪支爆炸物品违法犯罪联席会议牵头作用 会同相关部门联合组织开展新一轮为为期三年的打击整治专项行动 各地区各部门按照统一部署迅速破获了一批枪支射爆案件 收缴了一批非法枪暴物品消除了一批枪暴安全隐患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工作中公安紧盯非法置犯边境走私 网上贩卖三个重点坚持重拳出击已打开路 有效震慑枪暴违法犯罪 2023年公破获枪暴案件2万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万人 持枪爆炸犯罪同比下降20% 他表示在严打枪暴违法犯罪的基础上 滚动排查重点地区 重点部位 重点场所 全力收缴流散社会的非法枪暴物品 同时公安部组织170个城市开展集中销毁非法枪暴物品活动 对内替公安收缴和民众主动上缴的弃枪 猎枪等14万余枝 枪支及一批煞药 雷管等爆炸物进行集中安全销毁 全面消除公共安全隐患 另外去年各地公安累计检查枪暴从业单位1.9万家 督促整改安全隐患1.8万处 他表示 新的一年 内地公安将会同相关部门 进一步深化联席会议制度建设 深化推进三年专项行动 不断健全完善协同共治监管体系 推进枪暴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转变 进一步提升枪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凤凰一时陈旗 北京报道 好 好 好